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钱心态需要改变信念和习惯 以下是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金钱心态 并吸引更多的财富和成功 一 调整你的信念 你的信念是你的行为和决策的基础 如果你相信你注定贫穷 你就会做出与贫穷相关的决策 例如不愿意承担风险 不愿意投资等 相反 如果你相信你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你就会做出与成功相关的决策 例如学习如何投资 如何管理风险等 二 重视财务知识 财务知识是实现财务自由的重要工具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理财 投资或节省开支 你可能无法实现财务自由 因此 你应该花时间学习关于财务管理的知识 以帮助你在财务方面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三 制定财务目标 财务目标可以帮助你明确知道 你想要什么 以及如何实现它 你可以制定一个明确的财务目标 例如储蓄一笔固定的金额 投资一定的资金 或购买一套房产等 然后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四 节省开支 节省开支可以帮助你控制支出 从而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储蓄 你可以评估你的开支 并找到一些可以减少的开支项目 例如你可以减少购物 减少外食 缩小旅游计划等 五 投资 投资是实现财务自由的重要工具之一 投资可以帮助你增加资产 增加收入和达到财务自由 你可以投资于股票 债券 房产等资产 以获得长期收益 投资需要风险管理和财务规划 因此你需要学习如何投资 以及如何管理风险 六 培养富人思维 富人思维是指具有成功和财富意识的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你寻找更多的机会 创造更多的价值 并更有效地利用你的资源和能力 你可以通过阅读成功故事 参加研讨会 交流经验等方式来培养富人思维 七 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金钱心态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 寻求专业帮助是一个好的选择 你可以找到财务顾问 投资顾问 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 来帮助你制定计划 解决问题 调整信念等 总之 金钱心态是实现财务自由和成功的关键 通过调整信念 重视财务知识 制定财务目标 节省开支 投资 培养富人思维和寻求专业帮助 你可以转变你的金钱心态 吸引更多的丰富和成功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需要耐心和努力 你需要学会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 保持坚定的信念和行动 你需要坚持你的计划 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并不断掉整你的习惯和行为 以实现你的目标和梦想 当你成功地转变了你的金钱心态 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 你会更有自信和勇气去追求你的梦想和目标 你会更好地掌握你的财务和资源 并更有效地利用它们来达到你的目标 你会更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以及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 你会更加满足和幸福 当你知道如何掌握你的财务和资源 并将它们用于实现你的梦想和目标时 你会感到更加充实和满足 你会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 并将它们带给你的家庭 朋友和社会 因此 改变你的金钱心态 是实现财务自由和成功的关键 通过调整信念和习惯 重视财务知识 制定财务目标 节省开支 投资 培养富人思维和寻求专业帮助 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丰富和成功 并实现你的梦想和目标 我想强调一点 即转变你的金钱心态 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它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你需要不断调整你的信念和习惯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 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 并不断探索新的机会和方法 同时 你也需要注意到你的金钱心态 是否过度强调财富和成功 是否忽略了其他重要的价值和方面 你需要找到平衡点 以实现综合发展和全面成功 总之 转变你的金钱心态 是实现财务自由和成功的关键 通过调整信念和习惯 重视财务知识 制定财务目标 节省开支 投资 培养富人思维和寻求专业帮助 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丰富和成功 并实现你的梦想和目标 同时 你也应该学会感恩和分享 当你拥有足够的财富和成功时 你应该学会感恩和回馈社会 你可以通过捐款 志愿服务 培养他人等方式来回馈社会 并帮助更多的人实现他们的梦想和目标 这样做不仅可以让你感到满足和幸福 还可以帮助你建立更好的生育和关系 进一步促进你的成功和丰富 金钱心态 转变信 面和习惯 吸引丰富和成功 一书旨在帮助读者建立一种积极的金钱心态 并通过改变自己的金钱信念和习惯来 吸引更多的丰富和成功 书中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 介绍了一些常见的负面金钱信念 例如钱是坏的 我不值得拥有钱 钱不能带来幸福等等 读者将学会如何识别和消除这些负面信念 以便开始建立更积极的金钱心态 此外 本书还介绍了一些正面的金钱信念 例如钱是一种工具 可以帮助我实现目标 我值得拥有财富和成功 金钱可以带来自由和幸福等等 读者将学会如何培养这些正面信念 以及如何将它们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最后本书还介绍了如何将积极的金钱心态影 用于事业和事业成功 如何建立丰富和成功的关系 以及如何实践丰富和成功的生活等等 通过这些方法和技巧 读者可以改变自己的金钱心态 并建立更丰富 更成功 更幸福的生活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听众 欢迎到亚马逊网络书店购买 网址可以在信息栏中找到哦 最后不要忘记金钱不是一切 金钱可以提供你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机会 但它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 要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和使命 以及对生活和社会的贡献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和丰富 最后我想说的是 改变你的金钱心态需要时间和努力 但这是值得的 通过调整信念和习惯 重视财务知识 制定财务目标 节省开支 投资 培养富人思维和寻求专业帮助 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丰富和成功 并实现你的梦想和目标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聆听 希望我们的分享能为您带来收获 现在 请您跟着美妙的音乐 静下心来 反思一下这次分享中的内容 是否能够触动您的内心 启发您的成长 如果是 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分享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内容 同时 如果您认为这次分享 可以帮助更多人成长 请点个赞并分享给您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的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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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